塔利班政治辦公室發言人 納伊姆16號表示 阿富汗戰爭已經結束 統治和政權形勢很快就會明朗化 塔利班官員表示 很快就會在克布爾總統府 宣布建立阿富汗伊斯蘭球長國 雖然塔利班稱會為公民提供安全保障 不過現在已經有消息指出 阿富汗婦女和女童 被迫成為塔利班的信奴 聯合國秘書長古特瑞斯十五號發聲明表示 對阿富汗局勢急劇變化 感到深切擔憂 敦促塔利班和所有其他各方 保持最大程度的克制以保護生命 並確保人道主義需求能夠獲得解決 聲明指出在受戰爭影響最嚴重的地區 持續出現關於嚴重踐踏和侵犯人權的報告 古特瑞斯特別關注阿富汗婦女和女童的情況 並表示所有虐待行為都必須停止 她呼籲塔利班和所有其他各方 確保遵守國際人道法 以及確保能夠尊重和保護所有人的權利和自由 英國首相強生表示 沒有國家應該雙邊承認 塔利班是阿富汗政府 北約秘書長史托騰伯格在推特發文 表示已經與英國首相強生和我們的盟友加拿大 丹麥和荷蘭的外交部長就阿富汗局勢進行了交談 北約正在幫助維持開放科布爾機場 以幫助和協調疏散 俄羅斯新聞社報導 俄羅斯外交部表示 俄羅斯尚未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政權 早在今年7月 塔利班就先到訪中國與中共外長王毅會面 南華早報14號報導阿富汗駐中國大使卡伊姆曾求助中共 希望中共施壓塔利班以制止塔利班的暴力活動 不過美國新聞與世界報導12號報導 美國新聞獲悉 如果塔利班成功推翻西方支持的科布爾政府 中共已經準備承認塔利班是阿富汗的合法統治者 新唐人亞太電視張綢麟綜合報導 Guys 感谢观看